來問一下這個青黃 這一次呢這個克拉克來到臺灣 其實大家最關注的 還是在經濟的這一塊 尤其是臺灣這次能不能夠被 這個拉入這個反紅色的 這個供應鏈當中 那其實AIT呢 這個有戴維邀請了幾個團體 包括什麼電電工會啦 工總啦 工商協進會等等 那就四個最主要四個團體嘛 我剛才念了三個 後來通通都沒有來 那當中呢最耐人尋味的 還是這個工商協進會的 理事長林伯峰 林伯峰不來的理由呢 讓大家聽了 這是什麼意思 他說啊 因為我有自知之明 我知所進退 所以我不來 還講說呢 我可是為你們這個民進黨政府 未來談判在鋪路喔 就算得罪美國我也不在乎喔 是是這樣嗎 你怎麼看這個狀況 其實大家要注意去看喔 工商協進會的理事長林伯峰 台坡的老闆 他這一次講出 知所進退 自知之明 這八個字 這個用意是很深喔 因為這八個字 其實也象徵一件事情 就是林伯峰的意思就是說 我跟你們這個 美國要打造的飛鴻供應鏈 已經是不同陣營的人 你們飛鴻供應鏈呢 其實要的定義很清楚 那我可能就不是那個範圍內的人 飛鴻供應鏈上一機無限耶 而且這個部長不講了嗎 我們如果可以成功的話 二十年以上耶 對台灣情形比較薄耶 但是林伯峰已經做出選擇了 他重壓在中國啊 等一下我會給觀眾朋友看 我們先講喔 你看這個美國的這個次卿 克拉克他不是來台灣嗎 那你看喔 今天我因為我聽到 有國民黨的這個朋友解釋說 這是對台灣的大內宣 那我就要告訴你了 你這個想法錯了 錯的很嚴重 為什麼呢 因為克拉克來台灣之前 他也去過韓國 他也去過其他的國家 基本上他就是要告訴這些 有工業生產能力的國家 我們要打造一個飛鴻供應鏈 就是沒有中國的供應鏈 理由是什麼呢 克拉克說 他跟七十幾個國家代表談過 他們發現大家對中國的特色都是 是一個大的貿易夥伴 但是無法信任 這個無法信任這兩個字 就用得很重了嘛 因為他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國家喔 就是當他今天跟你外交上呢 利益有衝突的時候 他可以用供應鏈來威脅你 比如說他覺得 你罵了我 你這個欺負我的民族情感 我玻璃心崩潰 所以我的口罩都不賣給你 這個國家是可以為了這種事呢 不管人命喔 所以他說這信賴感 這幾個字在中國身上是沒有 所以他們要打造一個 飛鴻供應鏈出來 所以各位可以看喔 這個是6月份 6月5號的時候呢 一樣是克拉克 他到南韓去 也一樣去推銷這個所謂的 飛鴻供應鏈 所以這個不是對台灣的 大內宣 這是美國在打造全世界的 一個供應鏈重組 那麼在這件事情裡面 他告訴你很清楚 他有符合兩個條件 第一個 這個不能夠是在中國的 第二個 不能跟共產黨有關係 所以不能跟中國有關係 不能跟共產黨有關係 這就是兩個大先決條件 好啦 那話說回來 那你就會覺得很有趣啊 那這兩個大先決條件 我們是今天才知道嗎 不是吧 本節目已經討論很久了好嗎 突發奇想已經討論了好久 告訴你這件事了 所以你去看喔 今天工商協進會的理事長林伯峰 他的前後的兩個關鍵反應 大家都覺得好神奇喔 為什麼好神奇呢 林伯峰第一個時間 他是告訴你說 我有接到這個美國發來的 這個邀請函 但是我好擔心喔 美國來台灣的官員層級越高 我們能夠跟人家交涉的本錢越小啊 各位觀眾 請想一下 我們台灣這麼多年來 難道不是希望 美國來我們這邊訪問的官員層級 越高越好嗎 是啊 你怎麼會講出來說 我擔心來的官越大 我反而越沒有籌碼跟他談判 奇怪了 今天美國的克拉克 在打造飛鴻供應鏈的時候 處處商機 那個是商機的重組耶 我卡一個位子 可能就是一個發大財的關鍵 現在剛開始我們當然要先卡住那個位子啊 不去就這個措施良機 那裡面都是商機跟發大財的關鍵喔 然後你竟然林伯峰告訴大家說 哎呦我好怕喔 這個他來的越大 我的本錢越小啦 然後還說我是要提醒政府 林伯峰講這句話的時候 大家已經覺得莫名其妙了 然後事後傳出來 AIT的官員呢 也有打電話跟林伯峰溝通嘛 真的是叫你來賺錢的 又不是叫你來賠錢的 那你幹嘛把他誤解成這樣子呢 結果林伯峰喔 工商協進會的這位理事長呢 第二時間出來的反應更有趣了 他的意思是說呢 這個我有自知之明 所以我之所進退 所以我不去了 這個不去了 有自知之明之所進退呢 這只告訴你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是 我知道他要飛鴻的 我知道他不要共產黨的 這兩件事我都做不到 所以我就不去了 是不是 第二個是 我知道對方的這個相關講的話呢 可能已經對我有所不滿了 所以呢我也不去了 不就是這樣子嗎 所以從林伯峰的反應裡面 你會發現 對你去認真的去看林伯峰的做生意 請想一下去年總統大選的時候 工商界裡面率先帶頭出來支持韓國瑜的 然後率先帶頭說我要整合國民黨企業家的 是誰呢 就是工商協進會台伯的林伯峰嘛 所以林伯峰就是在他身上你可以看到什麼呢 親中 因為他的這個資產部位在中國很大 親韓這件事也無庸置疑 那另外一個呢 親國民黨 他自己說自己有45年的黨員資格 然後最重要的是親聯 他說他們跟聯家有三代的交情 又親中又親韓又親聯又親國民黨 哇塞 你這個完全看起來跟柯拉克要來戰的 幾乎都是站在相反的方向嘛 那我們給大家看實際的數據 今天不是我們在摘他 各位先看 這個是台坡的營收區域 你會發現紅色的部分呢 是台坡在台灣的這個生產的營業額 上面橘色的部分呢 都是來自於中國的營業額 那你看看最新的這一根 這一根 請問橘色部分高不高 高啊 80%的營收都來自於中國 他幾乎等於是重壓在中國啦 即便是台灣這塊土地培養 他變成台坡變大企業 但是他後面把他的資產 把他的據點都往中國去了 然後呢 他的這個營業的狀況呢 跟中國的房市息息相關 跟台灣房市就還好 為什麼呢 重壓在中國了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麼呢 他的房市經營狀況 當今天你看到這個紅色的曲線 跟這個橘色曲線 黃色是代表中國的房地產銷售狀況 黃色不好的時候呢 紅色的台坡營業額也就不會好 所以他的已經把自己的事業命運 跟中國是綁在一起了 所以你看綁在一起的結果是什麼呢 綁在一起的結果是你看 台坡這一家公司喔 欸 股本很大喔 好幾百億的股本喔 這麼大的股本 這家公司呢 你可以看到的是 他配EPS的狀況 你會發現 欸 要不就小賺 要不然就像2015年就大賠 所以就小賺大賠 小賺大賠 小賺大賠 那你就會發現 台坡的生意跟什麼息息相關 跟中國的房地產開發息息相關嘛 中國的房地產開發不好 他就不會好嘛 反過來講 今天如果有機會 尤其就像我們前兩天 在跟觀眾朋友介紹的 像冠軍磁磚這樣子 人家能夠打到一個縣市政府的 一整個區 這個區的供應鏈 我去幫他做玻璃 那這生意給我的話 我是不是就發大財了 老公還不時不時補貼你咧 大把大把人民幣補貼 所以你看 在他這種我們講說 小賺大賠的這種狀況之下 人家給你一些這些零頭呢 你可能就賺錢了 所以對他來說 中國事業重不重要 當然很重要嘛 你從他的財報看得出來 對台博來講 中國事業很重要嘛 那你這個時間 你怎麼可能去得罪 這個得罪老共 然後說我要去跟美國怎麼樣呢 當然不會嘛 所以你事後發現什麼 你發現林伯鋒做的選擇 就告訴你說 哎我就不去啦 所以他用的字就這麼的有趣 叫做自知之明 知所進退 原因就在於說 這一次美國的克拉克次卿來到台灣 他就已經告訴你 這個全世界重組後的新的供應鏈 就是不要共產黨 也不要中國 所以這樣的以外的條件 台博跟林伯鋒他做不到 做不到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他告訴你他不去 然後最後我們要講 他們真的是跟 國民黨和中國真的是綁得太深了 那這邊有一個 也才前兩年發生的事情而已 是誰呢 這個是林伯鋒的弟弟叫林伯時 林伯時之前呢 在中國投資的時候 投資威力新能源呢 結果產生糾紛啊 設備該付錢的沒付錢 然後薪資看起來發放有問題 財務有糾紛 結果呢 林伯鋒的弟弟林伯時被禁管 他不能離開中國 但後來怎麼離開的呢 後來離開的原因據說是因為 連戰幫他出面去奔走 所以才讓他可以離境 那到底他有沒有這件事情的存在 各位可以看 他們所成立的這家威力新能源 當年的這些官司訴訟 在中國的這些企業 那些徵詢網站還看得到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嘛 他跟中國的關聯 包括像連戰這種關聯 這麼好的我們所講的 黨政政商關係的連結 他怎麼拋得開呢 那在拋不開的情況之下 你要去出席克拉克那個座談 其實有去跟沒去一樣嘛 所以林伯鋒的講法很有趣喔 他說這個座談也才35分鐘的時間 我們根本問問題也問沒有幾分鐘 都是對方在講幹嘛去 說實話今天克拉克來 他是要不讓你一對一問問題嗎 當然不是嘛 他是要跟你介紹說 這個世界重組後 供應鏈哪幾件事情會怎麼做 你可以怎麼調整嘛 所有的去配合的企業組 是為了像聽說明會一樣 不是去跟你一對一的 就是前期對話就告訴你了嘛 對嘛 今天克拉克來 他就是為了要做前期對話嘛 所以你就會發現 林伯鋒他現在所講出來的話 只是告訴你一件事 這一些國民黨的綁太深的 這些跟中國綁太深的 我們講說靠黨政關係做生意的 未來要切入這一塊所謂的飛鴻供應鏈 我認為難度非常之難 它會不會很幸運 以上で終わりたいと思います